大家都很清楚 政府曾經講過 少子化是國安問題 但是看起來並沒有具體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是我覺得蠻糟糕的 剛才幾位與他人我想都講得非常好 我點出幾個重要的點 第一個是移民文化 我們現在要準備接受移民文化 以前是投資移民 台灣重要的是科技移民 台灣不缺投資不缺資金 科技移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環境需要能夠培養出 解鎖移民文化這個是重點 我是Baby Boomer的第一代 就是30年代的尾巴 那時候我們是有人口紅利 我們那時候進入科技產業 跟國際是沒有接軌 但是因為我們留下來 所以我們把台灣的科技產業的基礎 慢慢就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利用人口紅利 因為我們那時候資金成本是非常低 所以我們把科技的基礎打好了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 是台灣當時的優勢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口紅利 而且是負的 而且負的非常嚴重 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現在每一段時間就要減少10萬人 這是很可觀的事情 從當年最高的巔峰的人口紅利是40萬 然後到30萬到20萬 現在到15萬 那剛剛我聽之前講說 現在剩下 今年預估是13萬5 這個數字是比我想像的還要再低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從戰略跟戰術的角度來看 跟長期中期短期也有一些關係 那目前我們所做能做的目前 是在效率化在自動化 包括剛才的AI的主題上面 從這個角度我們來幫忙 那這個是可以解決局部的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減少的問題 因為我們實際上這個產業是在成長的 而且是高速成長 尤其是尖端的 結果我們人力供應不足的話 根本上從效率的解決這些 這些都只是戰術面 但是從戰略面怎麼樣增加攻擊 所以廣度跟深度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我想剛才院長已經提了 這個就是東南亞血緣 所以我常常有機會 我就來講這件事情 東南亞有3000萬的華僑 比台灣的人口倍數還大 怎麼樣吸引這些人 對台灣是有興趣的 那記得我那個時代的順口溜 我現在不曉得還是不是這個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因為美國是有絕對的吸引力 可是台灣呢 沒有辦法像美國有那種吸引力 但是台灣有局部的吸引力 絕對有這個能力了 尤其是電子產業是全世界所嚮往的一個產業 在每一個國家 包括剛才講的中東歐 包括東南亞 每個國家都有很多院士級的人物 i-triplee的專家回到國內 然後電子都是他們的最優先的順序 尤其是基礎科學上面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如何創造這個 大家有興趣把台灣當作第一志願 搞電子產業的第一志願 我們是可以跟美國抗衡的 這個台灣絕對有這個條件 但是這個風氣 還有這個我講市場行為 我們只做戰術 讓每一個學校出去找學生 我覺得那都是很辛苦的工作 而且坦白講 我不認為你們找得到一流的人才 那台灣實際上是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就業的誘因 到學校讀書是一個過程 那目前我們要跟大陸競爭 坦白講是有一點辛苦 但是我們有就業的誘因 如果把這個誘因變成是主導 然後學校是工具 就是說透過學校 我們就很容易進入台灣的產業 而且建立這個人脈 那這個是台灣絕對絕對的一個優勢 所以怎麼樣增加工具的深度跟廣度 那我們曾經享受過 台美的人才的循環 就我們當年好的同學都到美國去了 所以在美國都有很好的基礎 技術的基礎 那機會可能沒那麼好 因為到底有天花板的因素存在 但是這批人呢 當台灣的產業起來的時候呢 這批人就回來了 我想院長是一個很好的代表 你就那時候就回台灣了 因為台灣給你機會了 以前台灣是沒有機會 像我讀書的時候 如果我的系裡面如果有一個博士的話 哇 那個系就已經是不得了了 那時候我們都找不到國外回來的博士 我們是愛台灣 對啊 我知道 但是相對台灣現在也給了機會 但是沒有給適當的回饋 就是把你們帶回來 但是適當的回饋的機會不多 從教育的角度是差很多 這個我同意 那這台美的循環呢 這個循環能不能變成台灣跟東南亞的循環 然後台灣就是現在的美國的位置 當然台灣不可能是美國 但是台灣在電子產業 絕對是全世界領先的 所以他們要想在電子產業成功的話 台灣絕對是他們的第一志願